Hello大家好,我是温仔,今天是我集中隔离的第七天 我发现人可能在这种比较小的空间里待了太久了 确实会心情有些浮躁 然后感觉我需要把我的情绪发泄一下 是这样子的,我昨天下午的时候 在我们这边的一个留学生的家长联系群里 就是还有政府工作人员在的嘛 然后一个家长他就说他自己的孩子从英国飞回来 然后飞了13个小时到了上海之后 然后到指定区域去对接 然后送到嘉兴 然后再回到我们家这边来 就是30多个小时里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 然后说为什么那些工作人员不给孩子提供食物和水 然后还说为什么不让孩子去自行购买和自行活动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说就是这个服务态度 他们不闻不问,让人寒心 他这个话一说出来 我们那个群里其他那些留学生家长也说 那怎么能让孩子这么饿着呢 什么什么的 然后说又说提到那个隔离费用 因为我们现在的隔离全部是自费的嘛 所以他们就说隔离费用是不是可以争取减半 因为那些留学生他们回国是要报效祖国的 然后有说什么是国家栋梁这个样子 说那个政府能不能适当的减半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的话 然后几个家长就在那里反映说 不知道去哪里反映啊 能不能去市政府反映这个样子 我听了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 看了我之前回国视频的话 大家知道我自己也是在上海入境 然后中转加薪 然后一路上再把我给送回家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我是很有发言权的 我完全不认为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 什么态度有问题你知道吗 首先说关于提供食物这个和水 怎么说呢 我觉得人家帮你是勤奋 不帮你是本分 给你提供的话你应该感激 但是不提供的话你也不能强求人家 而且我不信 上海机场那么大个地方 你自己随身带个杯子去接一下直营水 难道没有吗 还有就是食物 你要么可以自己带 你要么就是飞机上 他肯定会给你发 那你说你在飞机上不敢吃 我在飞机上我也不敢吃 我也是下了飞机之后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没有人趁机塞一口到嘴里 把口罩马上给戴上 让自己来冲冲机的 你是回家来隔离的 你不是回家来观光旅游的 不要把自己地位摆得那么高行不行 还动不动就去说 我要去打市场热线 我要去投诉 我真的是服了 您知道你这样一个投诉 然后他们后面要写多少的报告吗 你这样一个投诉 他们会有多少的工作 后续工作要做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非常非常影响他们工作的 如果说真的真的有那种 不好的那种现象在的话 你可以去提 但是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吗 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因素吧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 我回国一趟 为什么评论里有那么多人骂我的了 真的是有很多人 他们会提一些无理取闹的要求 真的 我都为他们感到害臊 但是我希望大家相信 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海外回来的 那些留学生啊 或者是那些华侨同胞们 他们都是非常遵纪手法 不会就是有这种想法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